大家好,我是孟小杰,宋和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今天呢我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美国办公司如何给自己办理H1B 那首先呢第一点就是 在美国办公司有什么样的合适的身份 是不是一定要办理H1B 那大部分情况下面 其实在美国办企业可能最适合的身份 是E2类的身份 就是E类的身份 但是呢对于很多 比如说中国大陆的申请人 因为中国大陆和美国之间 没有这样的一个条约 所以不能够去办理这样的E类的身份 所以可能就要考虑说 办企业的时候到底什么身份合适 那也有一些申请人呢 可能在海外就是美国以外 有一些相关联的企业 然后有的时候可能符合L1啊等等的这些要求 那这也是一种可能的方式 但是如果说申请人既不是条约国的公民 所以办不了E又没有相应的关联的公司可以去办理L 那这个时候呢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申请人可以给自己 通过自己的公司去办理H1B 但是如果是这个时候呢 H1B它本身是作为一个给专业人才的一个工作类的签证 那作为给一个创业家自己的一个身份的申请 可能会要有一些限制性的因素需要考虑 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如果说这家企业就是这个H1B的员工自己完完全全控制的 那以现在的情况来看 移民局可能不认可这个员工和公司之间 有一个真实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申请H1B的雇员 他不应该是一个对于公司事项有绝对控制权的人 这个是一个能够证明有真实的雇主和雇员关系的一个前提 就是不能有绝对的控制权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经常会发现一些 尤其是初创企业里面可能有很多管理性的职务 那很多人说我是不是作为CEO或者CFO 那给自己办是不是更有说服力一点 不完全是这样子的 因为H1B的这种签证的性质 它是给专业人才的 所以呢管理岗位办理H1B 并不一定优势比专业岗位更大 所以如果说一个申请人 他在这个H1B的申请当中 并不能够直接的用到自己的专业技能 他并不能够证明自己是一个特别专业对口的一个专业性很强的职位 那其实这对于申请H1B来讲是不太有利的 所以即使是自己的有参与股份的一个企业来讲 办理H1B还是要紧扣H1B的关键的最重要的这个点 就是专业的对口性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呢就是一些初创企业可能移民局会质疑的 还有一点就是是不是有足够的工作量 那很多人可能对这个会有一些误解 觉得工作量嘛 这个初创企业非常忙的 我要做好多好多事情 工作量肯定不是个问题 但其实移民局说的是 有没有相关的专业岗位的工作量 比如说你说是一个软件工程师 那这个公司是不是在现阶段 就已经有足够的软件开发的工作来给你做了 还是说看不到有足够的专业工作的岗位 因为现在事情还没有开始起来 所以如何能够证明这家初创企业有足够多的专业的工作 这个也是初创企业需要去满足的一个要求 另外呢就是作为一家要申请H1B的公司 还是要能够给这个雇员达到相应的薪资的水平 哪怕你是一家新公司 那有的时候这一点对于新公司来讲 也是有一些挑战的 因为H1B对专业人员的工资的这个要求 其实并不特别低 那可能根据不同的地区的薪资的要求 以及不同的岗位的分类 这个是不同的 所以没有一个一刀切的标准 但是总体来讲它不会是一个特别低的薪资 那初创企业要能够承担 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相对比较高的一个专业的薪资 才能够给这个申请人办理 所以以上几点呢 是一个申请人想要通过自己的公司 给自己办理H1B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那希望大家能够有所注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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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